大家好,欢迎来到历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伙儿发明了一个神奇的机器 让食物从天而降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大西洋的一座小岛上 当地人以生产沙丁鱼而生活 可是突然有一天,世人发现沙丁鱼超级恶心 于是沙丁鱼便再也卖不出去了 而弗林特的家乡唯一可以赚钱的大型沙丁鱼罐头厂倒闭了 这对家乡的经济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弗林特从小便热爱发明 总是折腾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比如不用携带的力喷截穿鞋子 行走的电视机、飞行汽车 猴子语言翻译器等想法虽好 但通常都是以失败告终 母亲对他的鼓励令弗林特从不灰心 甚至越挫越勇 在科学发明的天地里自得其乐 为了解决当地食物匮乏的问题 弗林特发明了一架可以将水变成食物的机器 可当他通上电启动机器时 家里的电却跳闸了 弗林特只好带着美食机去往镇上的电厂 就在他即将要成功时 警察突然出现打断了弗林特 最终弗林特毁了沙丁鱼文化园 美食机也飞上了天 然而天上却突然下起了食物雨 原来是美食机成功了 小镇上人们惊讶极了 弗林特也结识了气象源山 而弗林特也因为山的报道而成名了 人们都来找弗林特预约下一顿下什么美食 小镇上吃不完的食物也越来越多的堆到了后山 因为过度的使用美食机制造出来的食物已经开始变异 它们变得越来越大 甚至连交通都妨碍了 弗林特发现机器已经超负荷了 于是便将这一切告知市长 可是贪心的市长却给了弗林特明天菜单 甚至还在弗林特制造食物时 偷学了如何操作电脑 食物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小镇 就在弗林特为美食城剪彩时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拉面龙卷风 放大版的食物纷纷从天上掉落下来 弗林特回到实验室想要关掉机器 贪婪的市长却又点了超豪华自助餐 然后砸毁了控制台 食物云即将席卷全世界 整个世界都将变成一个大餐桌 对自己失去信心的弗林特将自己丢在了垃圾桶里 只有父亲前来安慰他 最终弗林特战胜了自己 他制造了一架飞车带着伙伴们一起前往空中准备实施救援 可来到空中的他们却发现 食物已经变异有了意识 而另一边地面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垃圾山崩塌了食物淹没了小镇 人们不得不用面包坐成船 驶向海内躲避 世界各地的标志性建筑物也被食物侵占 美食机内部的众人也被一群变异的烧机包围了 最终弗林特舍身跳下地动来到美食机的核心 找到了美食机的操控台和机器一番大战 却最终发现油盘里的文件是错误的 万念俱灰的佛林特突然看到自己脚上的鞋子 凝迹一动的他在美食机即将发射更多美食时 对着机器就是一顿喷 最终机器堵塞自爆了 天空中的七彩美食云终于消失了 最终大家聚在一起庆祝着成功 父亲也终于说出了自己多年的心声 影片的最后弗林特和珊也幸福的在一起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地球给我们的任何馈赠 否则当地球开始反击时 我们无处可逃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